報表會現場參加賓客盛裝出席 現場作物實習 這場由台灣防潮公司主辦的說明會 吸引大批投資人參加 能夠用最容易最簡單最輕鬆的方式 來參與到國際商用不動產的開發 他是台灣防潮公司不責任 過去曾是換算2000戰機悲觀 服役長達14年 推後轉戰金融業 一手成立海外不動產公司 卻被檢方發現涉嫌非法吸金 協方偵辦全台第一家P2P網路借貸平台 非法吸金超過73億元 公司就位在我背後大樓裡 而根據了解這個承信負責人和陰性飛官 又另外成立投資平台 推出是一種優厚報酬方案 違法吸金超過97億 當時是派去新加坡武裝部隊 接受的情報訓練 也是因為軍隊的關係 我們就認識了柬埔寨的參謀中 當時的參謀中長家族的成員 公司宣傳影片 硬性前飛官和主持人對談 主他在擔任幻象戰機飛官期間 認識海外合夥人 但檢方查出 集團位在柬埔寨的公司 其實是公司誠信執行董事 成立的人頭公司 硬性前飛官和誠信董事 否認敗刑 遭法院裁定積壓 台灣防潮公司也發出聲明稿 強調公司商業模式主要以代銷海外產權投資為主 從未宣稱過保息保本 並誠實揭露投資產權的風險 是檢調誤解公司商業模式 在不予查證情況下造成誤會 感到疑惑與無奈 仍會全力配合調查 推移戰機飛官的正面形象 讓投資人深信不疑 卻涉嫌騙吸金 以及有投資人不敢受騙提告 要討回自己的血汗錢 先請黃金教教授臨 提出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